诶 陈坤来了 很多人都知道陈坤在这两年呢 做着一个叫做行走的力量的活动 那我们现在画面当中放的这些图片呢 就是他们在去年在西藏 今年在青海做这项活动的过程当中所拍摄的 行走的力量 我们从名字上就知道这是一项徒步的活动 这项活动呢当然是非常有利于身心健康的 但是陈坤告诉我们 这项活动还有另外一个功效 有可能心理问题没跟上 有时候会多一些心理的疾病 那种心理上的还有身体上的一些疼痛啊 然后有的时候会有些崩溃之类的 就好像你不头疼我给你吃头疼药一样 但是也许有一天你头疼的时候 你需要这个头疼 用行走这样一种最简单的方式 穿搭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生活理念 这就是陈坤所说的头疼药 在青海省西宁市带领2000多名群众 行走了近两个小时后 8月底 陈坤又和他的志愿者们 开始了行走的力量第二季 围绕青海省安妮玛青山的树木屋 因为以前呢是没有那么满 所以你有时间思考 有时间去放松 而现在是所有生活被动的 把这个节奏提快了之后 你心里跟不上 你也没有时间来调整 所以行走力量 我是想要找一个方法 我是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方法 在你既定的环境里面 首先要改变 行走的力量 与其他图步活动一样 参与者要自卑行囊 并在没有辅助交通工具的情况下 图步近200公里 全程海拔四千多米 十天九夜 风餐露宿 桃剑间 而与其他图步活动不一样的事 参与者很多都不是图步爱好者 而是从选拨过地选拔而来的 结束了图步活动后 将在青海接教六个月 掌支援 我挺喜欢段老师的 另外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就是说它是 就是说 人生中只会有一次的那种 半年以上的制教活动 学很大的勇气 所以这些孩子他们来报名 并且到最后看到他们的脸 很艰难地把他们挑选出来 特别的精神 我特别连我都做不到 陈坤与志愿者们就这样走着 没有人说一句话 即使休息的时候 大家也都是默默地做着 静语 早已成为了行走的力量中 一项定性规定 静语的关键 就是让大家只专注于行走的本身 让心平静下 在行走的过程中 引发思考 那我可能会选择 先到大山里面 让环境 这个素雅的环境 干净的环境 和我生活的环境 完全不一样的环境 先把我的安静找到 慢慢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找到那个专注力 当我心里力量感觉 好像有一点 我再回到我的城市里面 我就把这个力量 专注到我每一次的城市里面 我就希望我自己一直保持 非常乐观和开朗的态度 毕竟我想要把这种方法 推荐给大家 当然 这一路 也并非都是这样顺利的 默默走的 队伍经常会被河水拦下脚步 拖鞋 捲上裤子过河 过完河 再铺上些石头 对后面的过河提供方便 正面能量充满了整个的城 如果说第一次遇到河水走路 大家还有些犯人 后面则不以为意了 而陈坤甚至还唱起了歌 当然最艰苦的还是最后一天 大家在暴雨和冰雹中行走45公里 很多人常常坚持不住 所以我们这次最大的收获 是我们也拼拼内心 然后呢 面对特别恶劣的环境 其实我这可能特别没有意义 为什么因为 这好像你不头疼 我给你吃头疼药一样 但是也许有一天你头疼的时候 你需要这个 我说的是个意思是 我们每个人都被太多外部节奏带走了 但是你自己内心的节奏是什么 或者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次没有意义的节奏来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节奏 如果你也有兴趣的到这个画面当中的阿尼玛青山去体验一下徒步的旅程的话呢 我们要提醒一下您在夏天 您就得准备能够抵抗零下午度到十度这样的睡袋 而且帐篷呢 要有防水和防风的功能 那么如果在冬天呢 冬天就算了 这个地方冬天大雪风山啊 而且交通不便 有可能去了就回不来了 感谢观看